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月12號的 股海洪洋 我是洪遜 台北股票市場今天大漲了93點 然後再創了一個新年的新高價了 台北股票市場在年前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跟大家講過 現在這個 股市的部分呢 年前他是做整理 年後他就會開始去做衝刺 但是我們在股票市場 我們在操作股市的時候 我們不能用一種想像的概念 必須要有一個有評有據的想法才行 為什麼你會認為說台北股票市場 年前會整理年後會衝刺呢 這個想法最主要 我們分析的理由最主要是跟 金流有關 整個市場的資金面 其實股票就是錢在流動的一個過程嘛 所以呢當有一些資金流出來的時候 這些資金自然他會再回來嘛 他要再回來的時候呢 那台北股票市場不論他在哪一個點位 只要資金要回流 他就會上漲 他就會上漲 那這個資金面呢我們要怎麼來做觀察 首先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治卡的部分 我之前就已經跟大家提醒過 台北股票市場現在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為什麼我會說非常的便宜呢 因為融資都已經離開了 所有的散戶 通通都做退場的 很多的散戶他是被迫 無奈退場的 有一些呢是被 下出場的 沒關係都一樣 那融資退場的時候就代表 市場上的籌碼是非常安定的 這種狀況 只有出現過兩次 一次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 一次就是7200點那時候的 出口衰退的危機 那這一次呢是因為中美貿易大戰的關係嘛 所以呢美中貿易大戰讓台北股票市場呢 融資水位 見到了低點 那你的想法一定要 跟什麼 跟散戶的想法不一樣 當你看到融資水位已經在低點的時候你還想去放空 甚至說你還在賣股票的話 那很拍謝 那你一定是跟錯人做錯邊的嘛 同樣的我們回過頭來看 那你現在融資水位來到這麼低的位置 未來會不會有機會創歷史新高 這個已經不是點位的問題 不是萬點之上到底會不會跌的問題 很多人會覺得說 台股來到萬點他就一定會下殺會怎麼樣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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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的定論 甚至說 重點是在於說 現在整體的籌碼面 現在整體的籌碼面 他有沒有那個上漲的動能 既然融資餘額已經來到低點 法人 現在手上也滿手的資金 散戶也滿手的資金 那還有誰 內資他們也是滿手的資金嘛 大家全部的錢都在手上的時候 未來會陸續的進場去買股票 所以你不要當最後的那一隻白老鼠 你一定要在他們 買進之前趕快跟上腳步 趕快跟上腳步喔 那整體市場的操作我昨天有跟大家講的 貴買市場還是市場的焦點之一喔 你看一下 昨天貴買市場的他是率先創高 今天一樣喔 今天還是創下新高喔 所以呢 他的突破壓力之後呢 原本的壓力他轉為什麼 他轉為支撐了 所以呢這個支撐點位啊 只要 他有一個支撐價位的存在 他會緩步的在這邊做震盪打底 然後再往上去走高 所以呢 他短線上面雖然說 8BIOS有點過高的跡象 他開始有點走熱的 可是呢他只要能夠震盪整理來收斂 與均線的價差的時候呢 其實 貴買市場還不至於走空喔 他還沒有走空的疑慮喔 所以你現在不要想去放空 不要覺得說台北股票市場來到萬點了 所以所有的股票都要跌下來 沒有這種道理 沒有這種道理 你一定要順勢操作 你一定要順著現在市場的事 來做操作 所以呢貴買市場沒有問題 那為中小型類股呢還會繼續的在領工 所以呢我們要看說未來有哪一些機會喔 未來有哪一些個股他有這樣的機會 那我昨天跟大家談過說 現在整體的操作 整體的操作他都不會改變 節奏上面一樣 金流選股你要放口袋 哪一些個股有資金在做佈局的 那你一定要先把它放進口袋名單裡面 我沒有叫你馬上去做進場 因為現在洗盤會洗得非常非常大力 你可以發現到 昨天很多大漲的個股 今天其實 很多個股都在做修正 包括台半的部分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很多人在講他 但是今天呢 馬上大家就閉嘴了 但是他有走落嗎 還是說他只是在做一個震盪整理 只是在回撤支撐而已 那你們要去思考看看喔 那個股之間他會做回撤支撐 像今天強勢股變成誰了 變成矽晶圓 變成誰 變成被動原線 這些漲價題材 甚至 MOSFI的部分 也是一樣嘛 那這些個股漲上來了 你也不要去做追價 因為我說節奏上面沒有改變 所以金流選股放口袋 回撤支撐的時候 你在勇敢進場去買就好了 成本非常的重要喔 你買一檔股票你買20塊錢 跟買40塊錢 那個成本差異是非常非常大的喔 你在 在你進場的時候 那個 點位就已經決定你的輸贏了 就已經決定你的輸贏了 所以你要不被洗掉 你的成本必須跟主力差不多 那你如果 你的成本距離主力太遠 相對來講 你的獲利 或者是你的風險就會大 很多 所以一選二回三大賺 你掌握節奏 你才能夠戰勝大盤喔 你才能夠戰勝大盤 那美中貿易大戰呢 在明天 後天後天之後呢就開始進入協商了 從整體的全球股市來看的話 看起來美中 之間是非常有機會達成協議的喔 不然外資怎麼可能 把大量的資金往台股來做移動喔 昨天買了130億 今天又買了90億 所以兩天加起來買了240億 你覺得買很多嗎 還是他還有很多的錢可以買 那如果說這些資金外資瘋狂的往台灣來做移動的時候 那你認為台股會不會創歷史新高 所以這都是錢的問題 都是資金 都是資金流向的問題喔 你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你只要能夠搞懂 錢的流向 你自然能夠抓到 行情的方向 在哪邊 所以呢 我告訴你說 錢在買這檔股票對不對 當時我們在拿 1月24號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這檔股票很特別 他叫泰鼎 因為他在整理他帶量縮 量價背離嘛 之前在1月21號的 1月14號的時候 其實這檔股票就已經在我們的金流旋股裡面了 可是呢我沒有急著去做進場佈局 因為我要 等他回撤支撐 所以呢 當他整理帶量縮的時候 量 量價背離 這個就是一個 整理的訊號了 這個就是一個整理的訊號了 那量佔比從100來到50 錢正在這個地方做佈局嘛 所以昨天是不是亮燈漲停板 再創新高對不對 昨天亮燈漲停板 我們整體的波段獲利來到17% 這是2月11號昨天的時候 但是今天是不是拉回了 那你拉回 他到底是要走空 還是只是在做一個回撤而已 那同樣的我是不是叫你說 你不要去追價 你如果昨天是追在尾盤這種位置 那 很抱歉你今天拉回 你今天拉回你當然會 蒙受到一些損失 甚至你還會罵我 但是呢我們的買點在哪裡 我有跟你講過 我們的買點跟主力的成本差不多 我當時在買進的時候 金流已經先跟我做了預告對不對 我當然是先看到有資金流入嘛 這檔股票他有錢在買 所以我才會去考慮 我要在什麼地方做佈局 所以操作是不是一件很細膩的事情 不是你想 你想去買你就買他 而是你要去抓 到底我買進這個 這個點位 買進這檔股票的勝率有多高 當你的勝率可以一直維持在高檔的時候 自然你的獲利就會提升嘛 之前有示範過給大家看 所以呢 這檔股票他的主力成本在這裡 那主力成本在這邊的時候 我當然 拉上去的時候 大漲的時候我不買 可是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我當然就是做進場佈局嘛 一選二回三大賺 等到你 這個拉回進場做佈局 你給他時間 他自然給你獲利了 所以昨天亮燈漲停板 你才有辦法賺得到 你才有辦法賺得到 17%嘛 那今天拉回做測試整理 那是很正常的現象啊 漲多人家不能回嗎 兩天的時間大漲 連續兩天都大漲了 連兩天的時間漲了17% 今天回個2%3% 算是走空嗎 那如果說 很多投資人可能看到說 這檔股票 他漲多了 所以他 應該要怎樣 他應該要跌的話 那你甚至去放空的話 我認為這種操作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呢 你的節奏上面不要做任何的變動 你的節奏上面還是要一樣 第一個進流選股放口袋 第二個回撤支撐勇敢買 你的價位必須跟主力的成本 是差不多的 你的價位必須跟主力的成本差不多 那有一些個股呢 包括 今天有跟大家談過 像昨天跟大家談過了 像這些個股呢 目前在做橫盤整理 今天其實他已經創高了啦 他今天其實已經創高了 那這檔個股呢 他在做橫盤整理 他其實是複製泰勇的模式 他這個模式就很簡單 第一個 量說整理的格局 其實他之前已經有什麼 已經有金流訊號告訴我說 有錢在做佈局 而且呢 資金 外資的部分 他是大量的在做 買進的動作 所以他 在買的時候一定是 巧巧的讓人家不知道 泰勇當初他在外資在做佈局的時候 大家也沒有發現 等到他開始上漲的時候 市場上面消息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才是開始出現一波極大 泰勇跟賊 剛剛我們講的泰鼎是不是都是一樣的模式 同樣的這檔股票也是一樣 他現在有人在做進場佈局 可是他沒有讓你發現 他沒有讓你知道 那等到未來 他收足了籌碼的時候 自然就會做拉抬 所以現在的價位真的 昨天的價位非常甜美 今天已經漲上來了 今天已經漲上來了 所以呢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你們必須要掌握住 當然有很多的個股 還是低估的 有很多的個股 現在還是被低估的 比如像這檔個股 我今天跟你講的嘛 他 今天是一個 量價背離的走勢 量價背離 他還缺一點什麼 一點量 能來做攻擊 這一段時間這三天以來 量能他還是說的 可是價格的方面已經跌不太下去了 所以呢 有人在賣 但是籌碼面上面 已經有人收的 比賣的還要多的時候 股價自然就會往上漲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所以量價背離的時候 你要特別留意這一檔股票 如果未來補量 買盤一回來的時候 他就要啟動攻擊 那第一個 第一個關鍵的壓力價位在哪邊 就是之前的量大高點 一旦量大高點越過去之後 壓力轉為支撐 那就要開始走出一個大波段 而且他的 本益比 跟他的基本面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優異的 所以呢 我們在操作上面 節奏上面要把它掌握好 然後呢 整體的市場的狀況我們必須要 趨勢面必須要 做一下了解 那重點還是在於 節奏 一選二回三大賺的節奏 金流選股放口袋 回撤支撐勇敢買 那你只要掌握這個節奏 在金豬年呢 我相信 大家的操作 一定會有所收穫 那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未來 共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